如果你看见一只猫被铁链拴着 不要去质疑 这货铁钉不是什么善查 因为在农村里 将狗狗拴住有很多条理由 可拴猫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犯了事了 不得不用铁链锋印住 尤其是梨花猫 逃避这位网友发的猫 自从我将这几只犯过时的猫拴在商库门口 都没人敢进店买东西了 这是为何 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随后就有一网友一本正经的说 慌个毛啊 这种猫看着凶 其实没啥好怕的 人家吃完人会自行离开 有人说 拴得只是怕他跑 说明不了他很 可当他拖着重物走时 阁下又该如何应付 接下来就由网友调侃道 这猫干啥了 我不知道 但他犯的是 放在我身上至少十年起步 死话一出 网友纷纷攀比 你看看我家的大局 这该盼多少年 这货干起家来两块砖头都拉不住 随后就由网友不服了 你看我家的猫 都上二十斤了 根本拦不住 我都怕他连我一起打 看来强者真的从来不抱怨 身处的大环境 所以 当你发现一只猫被主人 用铁链拴着时 可别去心疼他 这铁链的背后 可能由一村鼠命和几条猫命 吃着火腿肠看着他 让他知道 犯了事就要认命